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护离机的加胸这个动作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进健身房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在胸部训练的时候 不论是加胸也好还是推胸也好 你的肩甲骨一定是后缩锁定 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接下来让我哥们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在这个护离机加胸的时候 让它后缩锁定肩甲骨 看能做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好吧 OK 对很多人得到观念什么 肩甲骨 很多人是不是先这样 锁定住 加住了 来就这样做 好咱们看一下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看一下前面 对收到这还能再收吗 收不了 为什么收不了 因为肩甲骨在后边收住了 那你现在再往前中间了 肩甲骨一下就送出来了 看到了吗 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做胸部 他会把肩甲骨刻意的加住之后 你的动作会感觉非常便宜 你的肩关节也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其实我们在胸部训练过程中 不需要把肩甲骨后缩锁定 我们肩甲骨要围绕我们的胸部 做一个灵活的运动 做什么运动 前引和后缩 当这个动作 股蝶机的一个加胸部利用的就是说 我们的肩关节水平内收的这个功能 去训练我们的胸大肩 那么当我的肩关节做这个水平内收的时候 记住 我的肩甲骨很自然的就配合我的肩关节的水平内收 做一个前引 很多人说在做胸部训练的时候要挺胸抬头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挺胸 很多教练或运动员会这么去解释 记住 你要把挺胸解释的很清楚 挺胸到底是肩甲骨的后缩 还是说我们胸椎的一个挺直 记住 在做胸部训练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挺胸 挺胸的意思是什么 维持我们的肩柱的一个中立位 维持我们胸阔的一个稳定 这样的话 肩甲骨在我们稳定的胸阔上才是会做一个更加顺滑 更加流畅的一个运动 我现在解释下原理 我们的肩关节也就是我们解剖上的叫鱼弓关节 那鱼弓关节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由我的肩骨的肩骨头和我的肩甲骨上的关节鱼窝 它俩共同组成了这个球窩关节 那么大家想一下当我这个肩关节内收的时候 我的肩骨头向前向内做一个运动 那如果你想你的肩骨头往前跑了 结果你的肩甲骨还是在后边缩着 你的关节的贴合度稳定度 还是像原来一样的吗 肯定不是了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在这刚才使劲肩的肩甲骨 然后到这收住了 你的肩关节会感觉很便宜 记住我们的人体是要维持我们关节的贴合和稳定 大家可以自己对着镜子试一下 当你做这个内收的时候 你的肩甲骨一定是做一个 自然而然的一个前引 当你的肩关节做一个水平外展的时候 你的肩甲骨会自然而然的做一个后缩 这是人体很自然的一个本能的反应 所以说的话 我们在做胸部训练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把你的肩甲骨后缩锁定 不要后缩锁定肩甲骨 那么我们再试一下做一个 只需要维持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中立位 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胸阔的一个稳定 这个时候不需要想你的肩甲骨 只需要去控制你的肩关节做一个内收 做一个外展 OK 来做外展 在做外展的时候尽量拉伸你胸大肩 那你的肩甲骨自然而然的会做一个后缩 OK 再做一个流畅的内收 OK 看一下它的肩甲骨 一定是随着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动作的形成 做了一个前引 打开离心过程中 又做了一个后缩 对 为什么 当你的整个关节吻合度 肩关节的吻合度越高的时候 你的肩关节受力反而越小 你的整个胸大肌的受力形成越大 对 是做一个最大程度的内收 然后我想说的是 后缩锁定肩甲骨 在虚目训练里本身就是违反身体的 本能的反应和身体本来的 这样的一个生理结构